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女朋友你会出鬼试词 兄弟你真的让我斩见识 小晴在这个场合 在这个平台我真的不能说出话 但我只能和你说一句话 某某是改不了吃某某的 你懂的 视频中这个被嘉宾告诫的女孩名叫小晴 那么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竟会让嘉宾直言不讳的劝她远离男友呢 我们都到了谈货论嫁的地步了 父母也见了 她那个时候的确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她应该为我改变 要不是那天我手机没电 我拿你手机打电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是在骗我 怎么了 突然弹出一个信息 我上面写着 老公你在干嘛 然后翻开一看 什么宝贝啊 我想你之类的短信各种恶心 小晴和前男友小帅相恋六年之久 但在恋爱期间 小帅屡次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甚至两人都要结婚了小帅 还改不了自己的坏毛病 在经历四次背叛后 心灰意冷的小晴果断和小帅提出了分手 可没想到分手后小帅仍一次次的骚扰她 不堪其扰的小晴只能求助到节目组 希望能通过导师们的帮助 让她早日摆脱小帅的纠缠 一上台 小晴就讲起了令她心酸的往事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成绩不是很好 她成绩挺好的 她每天都带我学习 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她挺有好感 毕了夜之后 我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我那个时候觉得一历恋不容易 但是我愿意相信她 但是她却在大一的时候 她就背叛了我 我简直不敢相信 第一次开始谈恋爱的小晴 上海处于初恋的甜蜜时期 但很快男友就给她当头一棒 在和她热恋期间 同时还和别的异性在一起了 这种背叛让小晴愤怒至极 而且她也不敢相信一个人 移情别恋的速度能那么快 可面对小晴的质问 小帅则是一脸坦然 我那时候等于刚入学的时候 有一本地女孩 她说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也蛮有感觉的 然后她没有在我的身边当时 小帅的话真是颠覆众人的三观 就因为女友不在她身边 她就可以为所欲为 毫无顾忌地和别的异性谈恋爱 并且内心毫无愧疚 主持人不禁好奇 既然小帅如此之快就找了新欢 那为何不和小晴分手呢 提起这件事小晴就来起 男友一开始就打着脚踏两只船的想法 恶意隐瞒自己 要不是她无意间发现男友出轨的证据 可能这辈子都要被她蒙在鼓里 但开头说过小晴被背叛过好多次 可见这次她是原谅了小帅的 这就让人感到疑惑了 到底相貌平平的小帅能有什么魅力 能让小晴原谅她的背叛呢 因为她是我的初恋 她好了一段时间 她求着我 她跟我哭着喊着 说让我原谅她 说她只是因为公虚了 然后有人关心她 然后我也天真的相信 女人都是容易心软的生物 小帅也正式抓住了这一点 把自己表现得十分可怜 道歉也道得十分诚恳 让小晴这个傻姑娘 真的相信她会痛改前非 可令小晴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这次包容却成了她噩梦的开始 到了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每次都是我主动去看她 她很少来说要看我 可以有主动去看过你啊 你很少好吗 你不要在这狡辩了 行吗 然后呢 她那个时候 说原谅 说好了要来看我 我特别开心 但是她最后干嘛了 她竟然放我个子 要来看你的 而且放我个子 你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正事 你是因为去跟别的女人约会 你知道吗 这你怎么知道的 寒假的时候 我有个玩得好的朋友 都是高人同学 我们一块儿聚会 他一见着我就说 你跟那个小帅分手了没有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 你过元旦的时候 在哪过呢 各种问 我就觉得奇怪 你干嘛那样问 我就逼他 他绷不住了 他跟我说 小晴对于之前自己做的蠢事常载 都要毁清了 在这段感情中 付出最多的永远都是自己 好不容易男友能主动一次 他满心期待的能和男友过一次元旦 但没想到那个本该陪着他的男友 却狠心抛弃自己去陪别的女人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薄情寡义的人 面对女友的怒火 小帅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不就那几天他不会 不就那几天 你不要在这一直狡辩 他心情不好 我就那几天陪了一下他 别人心情不好 你就能陪他吗 如果不是我朋友看见了 你还会告诉我吗 你现在在这狡辩什么呢 我不看到你 每次前面你都原谅我了 我就 我每次都原谅你 我就是傻子 很显然 女友的第一次原谅 并没有让小帅长记性 反倒让他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在他的观念里 女友既然能原谅他第一次 那就代表他以后可以随便犯错 反正自己是小情的初恋 小情这么一个重感情的人 是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 我那个时候是傻 我信了你 我以为你可以坚持下来跟我好 我以为你会痛改前非 大三的时候 他是对我挺好的 我们俩就天天联系打电话 是凭什么的 对 你认为浪子已经回头了 那个时候我对他特别好 每个月我省下钱来 我给他两百多块钱打过去 我怕他吃不好 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多吃一点 我心里就舒服一点 他在外面做主持 我给他买好衣服 我希望他体面一点在外面 后来呢 大三末的时候 那会儿老师跟我说 我有一个保年的机会 然后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俩说过 毕了业之后要回家 回长沙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然后结婚 我为了他 我放弃了很多东西 看男友认错的态度 比上一次更加诚恳 甚至都动手打自己了 小晴当时就心软了 原谅了男友 还心存侥幸地认为 他这次肯定是痛改前非了 甚至为了以后 能和小帅长久地在一起 放弃了许多东西 可到头来 他的付出却得不到一点回报 因为很快小帅就又背叛了他 到了大宿的时候 他快生日了嘛 我琢磨了很久很久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我去看看 我很开心 但是他那天来得太突然了 我来得突然 我就说那个给你惊喜 我才突然啊 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你竟然那样说我 你有没有良心 被狗吃了吧 我不是那天后来 向你坦白也承认了错误吗 小帅这次的态度 已经明显没有一丝毁祸之心了 他还在懊悔自己 当初怎么就没遮掩清楚 在出轨的时候 又让女友给抓了个现行 在他的眼里 出轨对他来说 已经是小事一桩了 既然自己承认了错误 那女友就不要抓住 这件小事不放了 早点原谅他才是正直 看着如此厚颜无耻的小帅 晓晴终于忍不住了 讲起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租了房子在外面 我给你惊喜 给你过生日 给你提着蛋糕 大老远过来 我到了你呢 12月呀 我给你打电话 我听到的不是开心的声音 说让我不要上楼 让我在下面等着 等了很久你过来了 我以为你没有来啊 你是傻子吗 因为你只有那一次给我惊喜 然后呢 然后他过来了 然后一把把我拽 拽到旁边一个附近的 一个奶茶店里面坐下 他什么话都没说 他连解释都没有解释 那个时候我心里 其实已经明白了 他什么话没说 我哭得撕心裂肺的 他没有安慰我 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 我不想跟他再在一起 直到毕业 我回到了长沙 我电话号码都换了 第三次的背叛 已经让小情心都凉了 他表现得那么难过 而一旁的罪魁祸首 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冷眼看他哭得那么伤心 甚至他还在怪自己 坏了他的好事 这次小情终于下定决心 要远离这个薄情寡义的人 连联系方式都删得干干净净 可这就让人好极了 之后本不该有任何交集的两人 是又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然后我参加了工作 但是他呢 又千方百计的去问我的朋友 问来我的号码 每天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那个时候我还是无动于衷 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再犯傻下去了 对对对 但是他又在我公司楼下等我 我看你前面都原谅我了 所以我觉得我再也不会那样下去了 我觉得得向你做出最后的道歉 做出我的承诺 我那个时候被他感动了 他跟我说的是我们结束异地恋了 他会跟我好好在一起 好好生活 好好结婚 我相信他了 不得不说小帅的伎俩还真是用出效果了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死缠烂打 表现得诚恳点 肯定能哄住小情这个单纯的女人 事实也证明自己确实用对了方法 小情果然还是原谅了自己 这让小帅忍不住沾沾自喜 果然女友已经能良好的适应 自己出轨这件事了 所以他以后再做对不起她的事 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了 所以他毫无顾虑地又犯了错 我们都到了谈货论嫁的地步了 父母也见了 他那个时候的确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他应该为我改变 要不是那天我手机没电 我拿你手机打电话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还是在骗我 怎么了 突然谈出一个信息 上面写着 老公你在干嘛 然后翻开一看 什么宝贝啊 我想你之类的短信 各种恶心 小晴现在对小帅是恨得牙痒痒 他本以为小帅是真的浪子回头了 毕竟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 可小帅到什么时候都改不了他这坏毛病 果然出轨这种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想到之前自己竟然能原谅他这么多次 小晴就觉得自己才是最蠢的人 可面对受尽委屈的小晴 小帅却没有一丝悔过之心 现在不都这样吗 网上买个 现在不都这样 你买个快递也喊清吗 你买快递没有喊过老公吧 你就找借口吧 因为我们做主持有些可能 比如说女搭档 他喊个老公老婆的这个 前面的我承认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他 但是呢 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的彼此都是见过爸妈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骗了我 还要更多的东西 我不想去揭穿你 我不想去查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对他其实还是真心的 我可能是人年轻 可能 我不想相信你了 那你现在跟你那个女搭档的关系 处理的怎么样了 其实也就只是一个好朋友吧 不是 道理是暧昧还是好朋友 就是关系不错的那种 就无话不聊吧 反正 你跟他现在还有话聊吗 我理他 他不理我 我想让他把前面的 我们都把它忘掉 然后重新开始 让他在今天现场 包括各位老师们 还有观众的面 能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小帅还在妄图狡辩 觉得就是口头上 跟别的异性亲密点 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他和小晴都见过父母了 既然小晴之前都原谅自己了 那这一次再原谅自己也是可以的 毕竟他年轻气盛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 小晴怎么就不能大度一点 将这件事翻篇呢 看着台上小帅这张欠奏的脸 土雷克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 我特别希望你把平时在他面前的 那个痛哭流涕 承认错误 给我们再欠一下 看一看 我看你到底是什么本事可以这样 真的 我只学过主持 没有学过表演 但是你不是平时挺好的吗 我平时不是演的 我是真心的老师 小帅这副从头到尾毫无悔过之心的态度 早已惹怒了众人 土雷都忍不住阴阳怪气的嘲讽他 可小帅仿佛听不懂土雷的言外之意 坚持认为自己是真心的 这脸皮厚的程度还真是没几个人能比得了的 他现在还大言不惭的希望小晴能原谅他 在听过两人的故事后 导师们又会为这对情侣提供什么建议呢 不难看出嘉宾是极力不赞成小晴和小帅的这段感情的 一个男人如果遇到小晴这样好的女友 照理说是要加倍珍惜的 可小帅却屡次背叛女友 他显然已经成了个惯犯 如果这次小晴再原谅他 保不齐他下次还会出轨 为什么总会看见这样的激情的爱情 为什么总是有人数次背叛 总是有人有数次原谅 为什么每次都声色利刃 到了最后依然是相拥而回 为什么我找出了原因 字母不是只有一种的 有一种每一次悔改都是真心 真的是真心 但每一次背叛又都是实意 其实他每一次在犯错的时候 他真的忘记 但是他在每次悔改的时候是真心的 所以就容易造成你每一次原谅的时候都是憧憬的 但每一次伤心的时候又真的是心碎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女人总是因为某种不甘心 而忽视了自己受到过的痛苦 那背叛的男人每次都因为得逞 而忘记了背叛真正的罪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们自动地唤醒自己 从恶性循环当中唤醒 既然我们的话也没有用 你还是得转出来 但是周围的人会看出你们之间的关系 父母看了这节目多多少少也会起些干预的作用 土磊抑郁道破了小晴和小帅这段畸形的爱情 正是因为小帅每次悔改都是发自内心 所以小晴才能每次都相信小帅能改 但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小帅每次背叛都得逞了 才会让他变得觉得背叛就是件小事 最后形成了习惯 而小晴也差点形成习惯 只希望小晴能通过自己和家人的努力 早日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出来 那么在听过导师们的建议后 小晴又会做何选择呢 我确实前面承认自己做的不对 但是我想毕竟六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 可能非常短暂 但是对于两个人的感情来说 确实十分漫长的 希望他能原谅我 谢谢 小帅还在试图挽留小晴 想通过真诚的道歉让小晴心软 从而原谅自己 但好在小晴这次终于坚定意志 没有再做啥事 衷心的希望小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小帅也能通过这次经历长点交警 不要再辜负自己身边的人 忠诚是一段感情中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连专心一人都做不到 怎么还能要求另一半与之长久的在一起呢